我仰望上主,目不转睛,因为祂使我托祢的陷阱,我孤苦伶仃,求祢回顾我,怜悯我。 应父及自己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诗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无先仁慈,万善真冤的天主 你曾小遇我们,摘戒,祈祷与施舍,都是治疗罪人的良药 你垂怜我们的卑微,使我们复受认罪 当我们软弱世俗跌倒时,求你大法慈悲将我们扶起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建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主出古记 那时候 天主发言 说了以下的话 我是上主 你的天主 是我曾经 把你从被奴役之地 埃及拧出来 除我之外 你不可有别的省 不可忘乎你的天主上主的名字 因为凡忘乎他名字的能 上主一定要惩罚他 要记住守安心日为圣日 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你的天主上主所赐给你的土地上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窃 不可做假见证 陷害别人 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扑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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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他所有的一切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 能畅快能力 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 能开启愚蒙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规矩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御念是光明的 能照亮眼睛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讯回是纯洁的 万事长存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比黄金 比精准的黄金更可爱念 比蜂蜜 比蜂蜂的牛汁更加甘甜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公读圣宝路中途 自格宁多人前书 弟兄们 的确 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 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 而我们所宣讲的 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这宣讲为犹太人 的确是绊脚石 为外邦人是欲望 可是对那些门招的能 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 基督却是天主的大能 和天主的智慧 因为天主的欲望 总比能明智 天主的懦弱 也总比能坚强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基督天主的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你们因寻求上 不可寻求恶 这样你们才能生存 上主也必与你们同在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堵生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 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去 他在圣殿的外院 看见有人在贩卖牛羊鸽子 并坐着兑换银钱 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 把众人连羊带牛 都从圣殿外院里赶出去 把兑换银钱者的银币 倒在地上并推翻了 他们的桌子 对于卖鸽子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搬出去 不要是我福的圣殿 成为商场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 经上所记载的 我对于你圣殿所怀的热爱 如火一样把我烧尽 犹太人便问他说 你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座圣殿 我三天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说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 你在三天以内就能重建起来吗 但是耶稣所说的圣殿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 说过这话 也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便信从了他 但是耶稣并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 并不需要谁来指证 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一切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读经一 读的是天主十戒 天主借着梅色 颁布了十条戒面 那么什么叫戒面 戒面就是旧约圣经中 天主借着梅色所颁布的 十条戒面 也包括因着十戒而来的 规条 律例和典章 圣上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说 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 不查作与罪人的道路 不参与疾风者的席位 而专心爱好上诸法律的 和周耶莫斯上诸诫命的 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 你看圣经的作者 圣语的作者 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爱好上诸法律的 和莫斯上诸诫命的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那么诫命我们知道 就是天主给我们基督徒的要求 天主给我们的要求 就是借着旧约当中 每一次所颁布的十条诫命 以及新约当中 耶稣来了之后 给我们爱的诫命 那么诫命的作用是叫人活 诫命不仅仅是道德律法 更是我们生命的轨道 所以你看今天的社会啊 今天的法律 今天的规定 比以前的时候多很多 那么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我们人生存 让我们人活得更好 你比方说红绿灯 那么在旧社会的时候啊 以前中国古代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个红绿灯的 在路上人们随便走 那你感觉那样是自由吗 而那到今天的社会上来讲 如果没有红绿灯 那一天可能会多出很多的车祸呀 所以这个规定 这个诫命是让我们人更好的生活 那么教会的诫命也是如此 天主给我们的诫命更是如此 为了是让我们得以生存 创造我们的天主 怕我们人不知道怎么样来度过这一生 所以就给了我们一本说明书 这本说明书就是圣经 圣经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 记住 圣经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 遵纪守法的好人 而是让我们成为 分享天主生命的基督的门徒 圣经不单单是教我们好 就如同有些人认为说 教会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做个好人呗 不单单如此 不单单如此 教会呀 你要想做一个好人 无论是学校 无论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导 都是让我们人做好人的 而教会呢 不单单是让我们做好人 做了好人还不够 而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天主 拯救灵魂 所以圣经不是让你 不单单是让你成为一个好人 而是让你成为一个好人的基础上 更成为一个灵魂可以得救的人 就是分享天主生命的人 那么天主给我们这一本说明书 就是让我们去遵守 所以说 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 就该遵守戒命 这是耶稣啊 在马窦福音19章17节所说的 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 就该遵守戒命 那么什么叫进入生命 耶稣说 我来是叫你们获得生命 而且获得更丰盛的生命 那么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目的 就是分享基督的生命 是我们自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那么我们也想进入这个生命呢 怎么样做呢 耶稣告诉我们了 说要经守戒命 不经守天主戒命的人 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边去 我们不能够忽视戒命 我们不能够废除戒命 耶稣说 我来不是废除戒命 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弃 天地要过去 戒命一笔一画都不会过去 你看耶稣多么的重视戒命 耶稣多么的重视这个法律规条 真言上说 戒命是灯 法则是光 你看圣经的作者 都给戒命如此高的评价 戒命是灯 就是照耀我们前进的方向 如果我们没有了灯 如果你晚上开车没有灯光 没有路灯 车上没有灯 你就不敢走那么快 甚至你走得很慢也会掉在坑里 因为你看不清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们人生通向生命这条路上 我们必须要有灯 这个灯是什么呢 就是戒命 还有 法则是光 我们人需要法则 但是我们也需要 就如同我们人需要光一样 照耀我们 那么呢 也就是天主的戒命 和天主的法则 都是如此之重要 因为灯和光 对我们人来讲 都是极其重要的 没有他们 我们讲没有办法生存 没有办法走路 没有戒命 没有法则 我们也没有办法 通向天主那里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如何对待戒命呢 首先要经受戒命 不可离弃 同时要把戒命 常常记在心里 明刻在我们心上 要挂在相上 立志去遵守 你看我们到以色列去 朝圣的时候啊 他们呢 都把这个酒店的门上面 用一个铝条 铁条一样 钉在这门上面 钉在上面 里面写的是什么 就是天主的戒命啊 还有有些犹太人 他们的话 在头上 带着一个小圈 圆圈圈一样 有个绳子在头上 有些 有些保守的犹太人 又这样做 他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那小圈圈里面 装的是天主的戒命啊 他们就是把戒命啊 记在心上 明刻的头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遵守天主的戒命 使我们才能够生存 才能够进入生命 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他并没有法上加法 律上加律 他并没有给我们 过多的戒命 但他给我们一条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所以这就是 耶稣来了之后 给我们基督徒的 一个新的命令 让我们去彼此相亲相爱 当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 就是遵守了 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 这是对内的 对于外的呢 他也给我们一个使命 就是说你们要去 使外面成为门徒 应付及自己 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 教训他们遵守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这两点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一个诫命 一个使命 都是我们要去遵守的 所以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并没有给我们 再加上二十条诫命 五十条规定 而是给了我们 一个彼此相亲相爱的 新命令 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要去严格地去遵守 所以当我们遵守 天主诫命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 得到天主生命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遵守 祂的命令 我们便知道 我们是认识祂的人 耶稣说 谁爱我 必遵守我的话 还有耶稣也说 如果你们实行 我所命令你们的 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通过圣经上 这些耶稣的话 都让我们鼓励我们 教导我们去遵守 天主的诫命 也遵守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命令和使命 这样我们才是一个 真正的进入生命的基督徒 所以通过 四询七第三处日 读经一读的这个诫命 提醒我们每一个教友 要去在生活中 努力地去遵守 天主的诫命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祂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祂在万世之前 有圣父所生 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祂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祂而造成的 祂为了我们能力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祂因圣神 有同真玛利亚 取得诺区而成为人 祂在班阙比纳多指证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祂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祂生的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祂还要观伦地将来 审判圣者死者 祂的神果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祂是主其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祂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 祂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自圣自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 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主教导我们要时常祈祷 而在此四寻摘期 我们尤其应该与基督一起警醒 热忱向天父祈祷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求主富佑教会 使教会常以真理 教导在你内的子女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主耶稣 你是天主 是真正的圣殿 更是我们草拜的中心 让我们借着信德的洗礼 成为你傲生的肢体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所有圣子能愿祈祷 求主赏赐他们一颗能吃的心 使他们透过和好圣事 来散播你宽恕待来的喜悦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那些在艰难困苦中的信友祈祷 求主增加他们的勇气 在痛苦中尝试念基督许诺的百倍散报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上主恳求你大法慈悲 吹示所有群心 投靠你的子民 福听我们的祈祷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一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咒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阔的果实 麦面饼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 愿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咒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牢阔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愿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晚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 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求你因我们举行的圣祭 赦免我们的过犯 并帮助我们慷慨地 宽恕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千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你祝福我们每年要喜心革面 欢心地准备愉悦节的庆典 使我们能切实奉行祈祷和仁爱的工作 灵受崇尚的圣事 获得你无比的恩宠 成为你钟爱的子女 因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助圣 各所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第一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显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史 我们歌述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关闹的来你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吻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邪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纯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方基格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终日去完善 求你也纯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燃起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通贞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献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充经和荣耀 借着基督 谢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尊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难领 愿你的旨意 奋行在能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月的十两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 终活的安全 使我们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你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长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勉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念我们 除勉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念我们 除勉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勉是罪者 蒙昭来福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但不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忘有的上主 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 麻雀在你的祭坛旁 密得了居所 燕子也找到了 安子又处的草窝 上主 住在你的殿里 不断赞美你的能 真有福气 可以不断赞美你的能力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身在世上 亦以包享了天家神粮 也取得了永远救恩的保证 恳切求祢是圣地圣事的神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充分地发挥出来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地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